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在文化局二楼演讲厅举办 宜兰地区110年度优秀学生奖助学金的颁奖 以及营养午餐捐助典礼 开场特别安排了宜兰特教学生 带来津草热闹的太古表演 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奖助学金 今年宜兰大专院校以及高中职校 共有77位的优秀学生来获选 累计发出的奖金金额总额已经达到490万元 嘉惠宜兰地区学子有778人 我们格马兰文化基金会 是宜兰在地的客运公司 格马兰客运公司 它捐助成立的一个基金会 我们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呢 就希望借由基金会的一些活动 带动由运输带动观光文化的发展 同时呢 我们也借用这个基金会呢 来鼓励我们宜兰在地的年轻的学子 向上的精神 我们成立到现在已经第12年 在过去12年当中呢 我们捐出了大约有500万的奖学金 给我们宜兰在地的学生 也培养了很多很多杰出的学生 其中基金会曾奖助的优秀学生 陈景伟同学以及郑翠璇同学 双双获得2020年总统教育奖的殊荣 今年度奖学金 新增涉及宜兰县到外县市 就读大学学产的学生 最高奖助学金为5万元 结果由患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 南洋技术学院的陈景伟同学 获得最高奖金 以鼓励陈同学奋发向上 不畏困境 热爱生命的学习精神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